有耳熟能详 俄罗斯花样游泳 同样九富盛名 为了丰富广大市民的特种生活 福州左海海底世界 特邀俄罗斯国家队运动员 来自辛勤演绎 为大家展示一系列 多彩的水下芭蕾表演节目 他们熟练的技巧 优美的身姿 花样分心的动作 对让您一饱也福 在享受视觉盛业的同时 感受异国风情的美轮美奂 这些运动员的年龄都只在十四到十六岁 他们四岁的时候就要接受形体 舞蹈 芭蕾舞等方面的专业训练 长期的训练使得他们荣获不少的奖项 2003年全国花样游泳锦标赛团体第二 2004年获城市花样游泳第一 2005年获哈士罗夫克少年邀请赛冠军 2006年获俄罗斯精英杯国家花样游泳团体第一名 他们通过多年的训练和积累 都浓缩在今天这场特别的水下芭蕾表演中 海底的水下芭蕾可以说是中俄文化交流的结晶 它吸取了花样游泳 芭蕾舞 形体艺术等表演手法的精华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经过多次改进才有我们今天这一场崭新的艺术表演形式 放松蜜谈来到大赤山看看 于这边的海底 虽子文化 订阅东空安颜花 订阅点指示吃 年青年白色的项目 订阅点指示 产易之后 年青年年香港格 并非人勿体中心 并非人勿体中心 并非人国玖子文化 并非人勿体中心 并非人勿体中心 俄羅斯姑娘,猶如出水芙蓉, 她們憑見著自己扎實的體操功底, 在海底時而輕緩優雅,時而快若流星, 將人體和藝術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在奇妙的海底世界裡,姑娘們不畏懼鯊魚的兇猛, 將綻放的石榴花穿梭時空。 出水芙蓉的水象棒。 接下來,俄羅斯姑娘將帶給大家的, 是精彩的俄羅斯水象棒光舞表演。 劇情臨, 为了让我们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美美文化的水下艺术表演盛宴 俄罗斯水下钢防舞 是一种融合的杂技 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一种融合的杂技 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新型民主表演行致 被社会世界十大民间舞蹈之一 今天为了让我们准备到水下表演 附近机水的钢防舞 《光阳的游泳》等 де揺摇一层表演 还荣誉了不少中国的元素 希望姑娘们来的舞初给您能伞来耳朵一些的感觉 然而我们的精彩的聊言道谢给大家和大家 让我们再次把热烈掌声送给俄罗斯姑娘们 道谢她们带给我们精彩的聊言 谢谢大家 在今晚的8点30分 我们海洋剧场会一场精彩的海诗和海报表演 海洋剧场请往左侧隧道楼感谢各位观看 谢谢大家在海底世界快点开心快点开心